我們剛才在外景呢 試駕了T-ROCK R之後啊 真的我們可以感受得到 為什麼很多人入手了 R這個T-ROCK R之後 會真的非常的滿意 就像Iris一樣 不斷來推跟說 你可以買這一台 因為在都會穿梭又很靈活 它不只是動力又非常豐沛 你要沙彎其實也可以耶 好 那當然我們也看到 近期這個T-ROCK 以及那幾款 在國外有一些改款的消息是嗎 對 其實這兩款車 因為在台灣的關注度都很高 所以國外有風聲出來之後 很快網友或是一些媒體 就馬上的報導出來 那我自己會覺得 其實先來看一下 兩台新車好了 在T-ROCK的部分 其實現在還沒有辦法 有完整新的樣貌 因為它其實還是用 Golf八代的一個車殼 來做測試 那因為新款的T-ROCK 其實我們知道 它原則上會時程比 大改款的提供稍微再晚一點點 但是在接下來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它可能會是 最後一代燃油車的版本 在接下來呢 T-ROCK可能會併進去 他們ID的家族 就變成用 接下來會發布的這個 SSP新的電動車的平台 來做後續車系的延伸 但整體來講呢 我們現在能掌握到T-ROCK的資訊 還不多 但是基本上我覺得 福斯這個T-Family 它的尺碼架構 應該是不太會有變化 就基本以現在 剛剛講的T-Cross T-ROCK T-GWANG 這樣子來做大小的延伸 那對於整個市場 消費者的選擇來說 其實都是很棒的 那再來其實就可以看一下 接下來要原則上 明年就會出現的 大改款的T-GWANG 因為這可以算是福斯的 休旅車家族裡面 最有指標性的一個車款 同時也是銷售表現最好的 那以提光來講呢 雖然現在還是有包覆 很多的偽裝的車貼在上面 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輪廓 很多的設計 其實蠻像現在新的 比如說像ID3啦 這種電動車一些設計的 與會在裡面的 變得比較現代化 但是它的整體尺碼 大概四米五五多 就跟現在的提光 就是還是保持它的在 可能通緝車之中 它不會追求最長最寬的車身 但是到車內 到後座到後箱 它還是有非常充裕的 一個空間的表現 對 但是就是在整體座舱上面 它的科技 更大尺寸的螢幕 數位儀表等等 使用上可能會跟最新 甚至電動車這些家族 越來越接近 但是國外是明年2024才會發佈 可能要來到台灣也是 可能要到下半年 明年下半年以後的事情了 那以現階段台灣福斯 這些休旅車的銷售表現 其實都真的還是很好 而且也 我覺得也是相對很滿足 消費者使用上面的 這些習慣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 其實你現在在購買這些車系 它車系是推出 相對比較穩定成熟的 而且在各種市場的考驗上面 都已經經過了消費者認可 那福斯現在 其實也有很多購車的一些優惠 不管是什麼 低利率的延長保固 甚至福斯有 這些福斯車主就知道 有這些延長的保養 什麼兩年三萬公里 其實在使用上面 就完全沒有過去大家想像中 歐西進口車 休旅車 門檻那麼高的印象 所以我覺得選擇現行款的這些車 也不是什麼太大的問題 對 因為畢竟帶來款 也要起碼等到明年以後 可能你要等個一年以上 那不如人家大家都講說 早買早享受 再加上最近是夏季的促銷 我們就來看看 如果符合你家庭的期待 同時有一些促銷活動 而且在福斯的T家族裡面 可以說它的銷售 可以說是銷售裡面的扛把子 也就是這一台提光 大家都號稱它就是地瓜 對不對 那提光在台灣的市場裡面 提供了五種的車型給大家選擇 今天來我們棚內的是 提光的280的TSI Elegance 對 一百三十多萬 你就可以買到 基本上我覺得這一款 它算是CP值最高的 因為你該有的都有了 然後動力1.5升 然後稅金很低 然後動力150匹 25.5公斤米的扭力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充足的 你只是如果你一般 我們上下班 然後跑高速公路 接接小孩假日出遊等等 這樣子的車格 我們一家四口 甚至有時候五口 這樣子滿載呢 其實都是夠用的 對 再加上你剛剛說 即使它是280 還不是330 它該有的配備全部都有了 包括像我每次看車子的時候 我很在意的是大燈 我都會先配 有沒有那個啊 矩正式的頭燈啊 它是裡面有很多的 這個LED的燈組 然後去做很細微的一些調整 像其實我之前 有跟朋友一起去露營過 我們是等於是福斯的一些車友 大家一起去露營 我們發現大家在跑山的時候 因為晚上的山區 其實是非常暗 對 都沒什麼那個露燈 這個頭燈真的不得了 它除了清晰之外 還不會覺得很刺眼 而且你在轉彎的時候 你就發現你的頭燈 慢慢的跟著你的轉向移動 你會覺得這時候 你開這一條暗迷茂的這種山路 你會覺得比較有安全感 就感覺有點了一盞光明燈 對 所以福斯的這個iQ-Line 真的是要給它很高分 因為它智慧 對 它不但有iQ-Line 它還有iQ-Drive 它的這個iQ-Drive 在280 TSI Elegance裡面 也是相當的這個標準 像Level 2的半自動駕駛等等 這些一應俱全 等一下會再詳細的跟大家介紹 那先來介紹一下 就是說這台車 為什麼是大家的這個銷售的 福斯的一個銷售冠軍 當然就是它的車格是那種正SUV 四米五的一個 對 中型的車格 然後配上這樣一個18吋的旅圈 然後像是車頂的一個銀色的 行李架等等 通通一應俱全 那再來就是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駕駛人會非常在意的 就是車內 像是10.25吋的一個數位螢幕 然後再搭配上9.2吋的觸控 它不只是觸控 你看我現在的手這樣子 它也有手勢控制 對 手勢控制 再加上其實這個方向盤上面 你有沒有發現跟T-Roc不太一樣 就是這邊是實體的按鍵 而且這個三幅式的方向盤 它也是真皮的 其實你的握感 感覺是非常非常的好 無論是男生跟女生的手 其實握起來的那種感覺 都是非常的紮實 那種非常的有質感舒適的 然後講到舒適 其實它是一路延伸到這一個 Vienna的真皮座椅 這真皮座椅還有這個多段的一個電動調整 所以跟剛才T-Roc其實是一樣 它也有三組的記憶功能 然後它同時也是電條的部分 可是在材質的部分 那T-Roc設定它就比較運動化對不對 那可是體逛就很適合家庭來使用 那你看它的皮質就會比較稍微偏舒適 對吧 其實偏舒適 但是我倒覺得也滿適合小孩的 因為有些小孩子 他們可能有時候會不小心 可能會刮到碰到什麼的 我覺得這個皮質的軟硬度 其實是滿剛好的 又有一點點防刮耐髒 然後駕駛在這邊 其實它還有一個電動的腰靠 還有對 冬天如果寒流 遇到寒流的時候 還有這個雙前座的加熱 加熱座椅 對 因為畢竟是歐洲車 貼心面 貼心面都有想到了 然後再來這個車內的一個氛圍燈 還有三十色可以選擇 你可以按照你的心情去調整 情況想要是什麼樣的顏色 這個滿好的 其實非常的不錯 那再來 其實像這樣子的一個 中型的修旅車 通常一家都在使用 對 後座買家的一個需求 所以我們就會考慮一下 我現在小朋友可能今年 才十歲就已經長到一百七十公分 像我的卡丁學生 十歲就長到一百七 我爸爸好焦慮 營養太好了嗎 對 所以呢 那爸爸就可能就想說 那我現在找一台比較 可以從英文一直做做 做到小學高中 都可以做 這就是什麼 如果一百四十公分的小朋友 可以做的 對 那如果我現在長高一百七 你看往後調整 他可以滑椅這麼多啊 你看看我剛剛是不是 瞬間滑椅超多 這個起碼大概二十公分有吧 對 不只是前後滑椅 它這邊其實也有三段式的 椅背也可以調整 座椅角度可以做調整 對 因應不同的家族 不同的消費者的需求 那當然你看說 後座的一個這個 出風口空調調整 然後包括現在這邊 溫度的顯示 它有三區啊 對 三區的恆溫空調 好棒喔 有三區耶 那我之前 我們之前就是有認識一位車友 他在他的這個後座這邊 是放滿筆啊 文具啊 為什麼 等等之類的 你小朋友用喔 不是 因為其實他是 其實他是為了要讓他 有時候平常自己開 然後有時候他工作的時候 他想事情 因為他是一位文學工作者 他突然有靈感的時候 他就請員工來幫他開車一下 他就坐在後面 對 然後他就開始拿出他的紙跟筆 畫出他想要的樣子 所以你看像這樣子的地圖帶 還有一些這樣子的 小小的文具帶 這個時候都發揮他的功效 好實用喔 你手機也可以放在後面 對 太棒了耶 所以難怪 我們酒鮮沒有接觸到極光 你現在再介紹到他 你就會覺得 這台車為什麼在台灣 那銷售的成績這麼好 其實不是沒有原因的 消費者都希望我們每一分錢 都花在刀口上面 沒錯 那當然你看 615公升的一個 它有一個155 厲害 對 然後它還有一件傾倒 這邊按下去之後 它就馬上往前攤 就可以擴充到1655公升 而且呢 來 看看這裡面 這個下面基本上應該也有個 3 40公升應該 對 有喔 可以去放一些 你平常比較不常使用到的東西 沒錯 像我的話 例如我一定會把鞋子放滿啦 除了鞋子的話 你知道我車上有大概七八支雨傘 長的短的都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我的姐妹們 她們只要拿雨傘 然後坐在我車上 她就丟一把 然後所以我就幫她們收集 所有的雨傘就放在我的車上 所以基本上有一些滾動的東西 或者是你平常不太使用的東西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下面 對 它可以運用的空間 之前我記得好像是 美國消費者報告 他們做了一個就是調查 就是最能裝的休旅車 其中有一台 它不是排名在最前面 但是呢 好像前五大 其實它就是其中的一台車 其實它的開口是非常的寬的 我個人是喜歡這樣子的感覺的 對 所以在機能空間上面 基本上T1真的 我覺得就算沒有第一名 它一定可以到前三名 這樣的標準 然後再包括你看 其實呢 在改款之後呢 你看這樣寫T1的這個字樣 對 車型的名字 它其實就變得比較細緻 然後質感變得很好 然後熏黑的尾燈啊等等啊 都去點綴 然後讓你在夜間看到T1的時候 也覺得它是一台 就是很漂亮的這種 歐系修旅車 可是呢 想要買體逛的車主啊 可能會陷入一個兩難的狀況 就是我現在買用體逛的這個價格 可是我也可以買到豪華品牌的 入門的車型 這時候我們到底應該要怎麼樣選擇呢 說到這個到底要買一般的進口品牌 還是要買這種豪華品牌的車款 這個問題其實大概每一個禮拜 或每個月都會有人問我 這種太常遇到的問題 就像我們在台北有人問說 到底我要買大安區40品 還是要買比如說新北林口買100品 每天都會聽到這種問題 好 我就先跟大家用表格 來跟大家解釋這件事情 我就舉兩個在價格面 真的蠻相近的車款 你看表格 左邊這一台呢 會是福斯的提光280 TSI Elegance 就是剛才Iris幫我們介紹的這一款 對不對 那另外一款 我就舉Lessus US200精英版 為什麼舉這兩台車 你看第一欄 我們的價格部分 兩個真的非常相近 福斯提光的代表是139.8萬 那如果是Lessus US200會是142.9萬 價差大概就是3萬塊左右 好 我們先講車身尺碼 其實這個車身尺碼 你看起來從數據上好像差不多 大概都是4米4尾到4米5 好 感覺差不多 但是我請大家看完第二欄的規格 我們直接跳到最後一個行李箱容量 你會覺得奇怪 明明兩台車車廠差不多 怎麼車身的行李箱容量差這麼多 差很多 對不對 一個提光615公升標準度 最大可以到1655公升 那如果是Lessus 421 最大只有1096 好 這個就是我說的嘛 福斯他們在空間設計上 跟兩個車型設計上 其實都有蠻大的差異跟學問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 我們的排氣量跟動力的部分 兩台車其實動力也蠻大的不同 提光這邊它用的是1.5TSI 就是渦輪增壓小排氣量 那如果是Lessus 它就是用2.0升的自然進氣 造就出了動力的部分 福斯這邊 150匹跟25.5公斤米的動力輸出 那如果是Lessus 就是173B跟20.8 欸 看起來好像馬力的部分 Lessus有一點優勢喔 但其實不進來 扭力 第一個我們來講 對 你說的關鍵 扭力的部分 安全急速 你看提光已經贏了 再加上是 如果講0到100加速 其實兩台車剛剛好 都是9.2秒 但是你會發現 開起來的感覺不一樣是 因為Lessus它是自然進氣 搭配的是CVT變速箱 那個駕馭感受 跟這種小排氣氧渦輪引擎 以及用DSG 七速自首排變速箱的提光 但是截然不同 就是說我們到的過程 那個感受跟目的地 那個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或許兩個都是9.2秒到目的地 但是你中間想說 那個過程的感覺 那個提光是完全的不一樣 所以說從這個表格 就很明顯的說說 其實雖然說兩個價格相近 但是你所獲得的內容 幾乎是完全不同 像甚至剛才我 那個Iris有說 那個Matrix LED非常好用 對不對 像我補充 不用說提光有這個配備 連我剛才介紹的T-Rock 都有這個配備 所以在空間機能安全 甚至在配備的部分 雖然說兩個價格相當 但是因為品牌的關係 所以Lasus它必須 因為我需要去挖一些 比較低價的消費者 比較就是你的購車的 預算可能沒有這麼高 所以我必須有些犧牲 但是提光 因為它這個車型 已經比較高規了 所以我可以給你很好的配備 跟它的基礎空間 就是有這麼的好 所以我覺得消費者 在選擇這個其實蠻明顯 就是說你要知道 你自己要的是什麼 你要的是外表品牌 還是你要的是內涵 或是你要在用車的時候 你是開心的實用性 所以我相信這個問題一出來 大家要扪心自問 去誠實地面對自己說 我到底要的是面子 還是要理直 你自己誠實地面對自己 答案出來 我相信這個問題的答案 就很清楚了 的確啦 因為在車格上面 譬如說UX200的話 它畢竟就是真的屬於CUV 真的是比較小 那如果是提光的話 它就是真的中型的SUV 家庭用 車格真的是差蠻多的 實際上的使用的 你的感受 連坐在後面的家人 都會告訴你說 兩台坐起來 真的是不一樣